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ara Talk 通常提到歷史時,不知你的印象是甚麼 可能大半的人都會覺得很悶 但如果歷史是一種故事的方式來說 通常會脆微性大很多 但要他變得Storytelling,通常會把歷史局限在兩個元素當中 一個是一些軍事上的歷史 就是誰打人誰,誰輸了,勝利的人怎樣怎樣怎樣 第二個方法就是人物去記載 誰做過甚麼風功遺息,誰做過一些壞事 然後我們評價他們是好或是不好 無論你看世界歷史,中國歷史,又或者聖經也好 通常都會用這種方法 甚至乎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甚麼主日學的舊約聖經中南,新約中學 你會發覺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你說歷史是否純粹一部軍事和人物 其實當然不是 裡面包括科技的發展 人類文明的發展 以及文化的發展 也包含了金融的發展 這樣以這個世界,如果你考究文字的記載 即是為何會有文字和文字的發展 歷史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 所有的文字都是為皇家去記載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威水史 第二樣就是他有多少錢 所以會計是全世界最早的行業 以及有文字紀錄和數字紀錄的原因 這個也幫助很多後來的考古學家 去找回當時的歷史背後的真相 的一個方法和證據 說起金融史 前幾年就看過這本 叫做世界金融史三千年 一本很好的書 我也覺得 如果你去了解金融史的入門 是值得一讀的 因為它 一來是用故事色彩來表達 而且是說到 由希臘和羅馬 那時候的成邦開始 一著說到 羅馬變成一個 慢慢崛起變成帝國 到它衰落 到真的 這個 這個 中古那些的 Barbarian 再去變回 是那個 封建制度 然後 譬如 伊斯蘭那個 帝國 威尼斯雙人 怎樣來到 去開始 這個 文藝復興 大航海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直到金融海嘯 當中的金融的發展進程 變化 各方面 無論說的是 金融催生了科技 資本主義的倒臨 令到很多人敢於去冒險 又或者是 那個貨幣的變化 令到 創造了某一些 災難 出來 這本書都是說得很好的 值得一讀 但是 可不可以 出完這本 就上個頭一口湯 於是 就出中國金融市 三千年 我覺得 這本書有 很多不同的不足之處 首先講了 它的好的地方 或者是 如果你看這本書 學到的一些歸納 這本書 它將 用幾個方法來歸納中國金融市 第一個方法就是 它將 整個 整個 中國的帝王管治 分成兩種 一種 就是用道家思想的 無為二致 無為二致 鼓勵商業的發展 這本書的角度來說 是好的 最有名的管治 就是民警之治 又或者是 宋朝的管治 而另外一種 就是用法家 即是 我謂君主集權 官僚政策 同一時間 就是 眾龍益商 他覺得這樣做的時候 純粹令到 那些官員有借口 來吸乾民思民膏 那 他的書 都不是完全錯了 尤其是 他講這個 宋朝的歷史 那 現在其實 不少的 歷史書 或者是 你就算 去Facebook 看不少的文章 講到宋朝 或者是 西方人去研究 中國的歷史的時候 都對宋朝 有所大大的平反 那我們以前 小時候讀小學 小學 中學的時候 應該說 中國讀書的時候 就會說 中國最弱的朝代 就是宋朝 因為他一來 版圖最弱 經常被人欺負 各地賠償 又要 策略 但是 現在很多地方都平反 包括這本書都講到 其實那時候 他是最成功去賠償 透過一張 冤壇之盟 送真宗 當時 申請了 和金國 他每年 只是說 幾十萬 他而已 然後 都不夠 整個 潮 賺到的 百分之一 但是 當你有了 那個 交易的時候 他賺回 外匯回來 就非常之大 就是 你看看 當時 東南亞市 在宋朝鋪造的鐵幣 是世界通行的 無論你去到日本 馬六甲 甚至乎非洲 都發現了 宋朝鋪的流通 非常之強勁 但是 這本書 他忽略了 的地方 就是 為什麼 他當然 罵爆 黃安石的變革 他當然 甚至乎 范仲淹 出的政策 說 叫到 那些官員 不可以這麼閒冷 和商人 要去交稅 他都罵爆 他說 這樣是不對的 阻礙了金融的發展和進步 純粹是想掠財和濫權 但是 他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 宋朝事實上是積弱的 他的國家 如果真的遇到大軍壓境的時候 是完全招架無力的 為什麼呢 正正就是因為他選擇了這種無謂而治的時候 他要去Buy Peace的對象 不單止是國家 金國 各方面 他Buy Peace的對象 包括讀書人 和流氓 他要創造一種假象 讓一些讀書人 有一個上流的階梯 慢慢爬上去 於是 他就不斷鼓勵科舉 結果就是 其實 官職 真正的實際職務 做事的人 其實 那個 是不多的 可能說是兩萬人左右 但是 既然每年都有科舉的時候 即是每年都會創造一班人進入那個官場 於是 宋朝是全過 這麼久以來 最多虛咸官 即是 鬥份糧 但是沒有事做的官員 是歷代裡面最多的 同一時間 去Buy Peace 所有的流氓 意思是 總之 你做不到些事情 因為 當你鼓勵整個商業的交通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種土地兼聘的情況 有些人做生意會發達 有些人做生意會破產渣兜 那些破產渣兜的人 就會造反 你怎樣能夠令到他不造反 安安分分 你叫他參軍 好兒子不當兵 不要緊 你現在參軍 我找一份糧 來養你 但是 你既然全世界都拜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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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時間是非常之弱 因為他的軍隊是不能打 而且他的國防開支和內政開支是非常非常之大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無謂而至的問題就是 你土地是有塊地在這裏 困在這裏 原則有人動在這裏 你是比較容易去管治和收稅 但是當你的人口流動到這樣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知道怎樣為人收稅 你最多頂龍就是做些市集 唐朝會處就是這樣做 然後那些人進去的時候 你就抽他稅 但是如果他發展到一個蓬勃的地步 他不需要在那裏做交易的時候 你就唯有在那些河道那裏收稅 但最後其實都永遠是非常之容易去走稅 所以為什麼黃安石先要嘗試去變化 當然他們的變化很多都失敗 因為當時黃仁宇先生說 是沒有這麼完善的數目次管理 那既然管理不了的時候 那陶水理就無法控制 於是國家就非常之積弱 遇到有問題的時候就不夠粗